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你要懂愣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经文 毕临且婆说 即从做起 顶礼佛祖 而白佛言 我初发心 从佛入道 世文如来 说诸世间不可乐视 岂时成中心思法门 不觉入宗 读刺 伤足 几身疼痛 我念有之 知此生痛 虽觉觉痛 觉清静心 无痛痛觉 我又思维 如是一生 宁有双觉 色念味酒 身心孤空 三期日中 猪肉虚尽 成阿罗汉 得亲印记 花明无血 佛问年通 如我所证 存觉一身 思维第一 萧文 碧灵 其佛周身子 曼席 亦为 宜徐 他过去 五百世 多生为 婆罗门 生性曼 他有次出门 起时 亦过河 就对河神说 小碧 注墨流 恒河神 及停流 让他过去 因为阿罗汉 是大圣人 超三界 超过一切 诸天神亡 所以下界的神 当然也要听他的话 可是呼他为小碧 何神 何神觉受入 心不甘 向火 深宿 我即令 毕灵 其佛周 向何神 道劝 毕灵 其佛周 即当众 向何神 何掌道 小碧 小碧 我向你道歉 众皆失效 我就对河神 安慰说 碧灵 卓佛周 对你 食无慢心 那是他的遗袭 因你过去 是他的避你 他改不过来 萧文 摄利福能有称袭 有次摄利福 因怕浪费食物 吃了一份 年轻比丘 一时未归的餐点 结果被那位 年轻比丘说 好吃的东西 大家当然都想吃 摄利福听了 心里很不舒服 说我再也不要吃 需要拒绝的食物 弟子告诉佛头后 佛头说 摄利福以喜未尽 久远节前 有一人踩到 一条蛇的尾巴 把蛇咬伤 医生说 被毒蛇咬伤 治疗 治疗有两种方法 第一是把蛇抓回来 让他把毒液吸回去 这好的最快 第二是药物治疗 但好的慢 最后决定抓蛇 把毒液吸回去 一是抓条蛇回来 医生要死蛇 舔回毒液 但是那条蛇不肯 后来升起火 要逼他救患 但是蛇宁可爬入火坑 也不愿意把毒 把毒舔回去 医生看到这种情形 赶紧把蛇剥开 不得已采用药物 为伤者治疗 活头说 当时那条蛇 就是现在的射利福 那位医生就是我 当时那条蛇 宁死也不肯 吞下一口闷气 现在的射利福 和当时毒蛇的习性 不是一样吗 年轻比丘 轻轻的一句 好吃的东西 每一个人都想吃 他听了就不厌 再吞食 必须拒绝的食物 这种习气 不是很像吗 射利福经过 累世的修行 他的智慧那么高 平常说的话 每一句都很有道理 平常每一种示威 他都看得开 但他能有依习存在 恭请见辉法师 慈悲开示 主位全球云端共秀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楠言 一千日 第二百九十七日 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单元 就是 必灵解婆戳尊者 身跟缘通 那从前面 第七组的分享了 我们听了很多 好听的故事 这是实际上发生 在阿罗汉的身上 我们一般人 就想 哎呦连阿罗汉 都还有这种习气 那我们更不用说 一般人 这习气更多了 那有的人会想说 奇怪他们已经是阿罗汉了 那怎么可以 还有习气呢 其实这个就是他原来的烦恼 留下来的一个 残余的气氛 叫做习 惯性 他不是有称心 他只是有一种惯性 那这个一个人的气质 他是长期累积而来的 所以佛陀在讲 这个习气就像是 一个酒瓶 酒瓶里面 长期装酒 纵使现在 这个酒已经倒掉了 他是不是里面还 残留有酒的味道 那一个人的 这个贪嗔痴 他已经去除了 可是他还有这个原来的 这个一些惯性 就像我们刚刚出家的时候 因为以前都有头发 所以会不自觉的要去摸一下头发 不太习惯光头 那或者是戴眼镜的人 他突然去戴了这个隐形眼镜之后 他会不自觉的会想要去推一下眼镜 讲话也会有讲话的惯性 有的人他会有口头禅 其实他也没有那个意思 譬如说现在 这个碧灵且婆戳 他有一个习惯 就是喜欢使唤别人 尤其是这个恒河之神 在所有的神里面 其实这神是有排序的 就像这个山神 那就要看他的山是明山 是不是大山 他就会有比较高的位阶 那河也是有这种分别 所以恒河是全世界 算是四大流域的一个 很有名的河 世界有名 所以这个恒河之神 也是属于等级比较高的神 那这样子的神其实是无比尊贵 大家都怕他 可是竟然这个尊者 他在过河的时候 竟然把他使唤来使唤去 还叫他卑女小碧 这个小碧就是一个秘称 那恒河之神 他虽然是很尊贵 可是他是佛弟子 所以他也知道 这个 这个 圣人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那碧琳切伯说 他已经证到阿罗汉了 结果呢 他没有办法让他得以平息 他心里面 被阿罗汉看不起的愤愤不平 所以这一段的故事 可以让我们知道 其实每一个人 他都会有一些 这个过往的累积的渔席 那从刚才呢 我们还听到了 摄立佛 他也有这个习气 乃至于 这个难陀 也有这个习气 那谁没有呢 大家都有 可是他不会防害 他的了身托死 因为正大阿罗汉 就是把根本的烦恼 六种根本烦恼 会轮回的烦恼 去除了 所以呢 他只是嘴巴比较坏 但是他没有那个恶心 他不是起称心 就像这个碧灵且婆戳这样 他是一个惯性 因为以前很和神啊 跟他是很亲的 他就是他的悲女 每天都是来服事他 所以呢 他看到他就很自然的 又把自己过去 跟他的那个交情啊 互相呢 就感觉好像特别的亲切 所以也没有把对方当成是一个谁 那同样的这个恒和神呢 他其实也是这样子看待 碧灵且婆戳 只是心里面呢 那个傲慢之心 也是一时之间 没办法降服 那佛陀用这些例子啊 其实也不怕大家笑话说 哎呀 这些师父们啊 也有一些毛病啊 那也不怕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学佛 要很坦然的接受 的确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烦恼 我们都还在修行 目标呢 是很明确 就是要离苦得乐 但是要从哪里下手呢 其实我们可以啊 从这些尊者的言行当中 去看到一个方向 纵使这些尊者 还有这些习气呢 他们也不是 从此就不改哦 也不是说 我就是有这种特色 我就是这么的固执 但是呢 A他是还在改 还没有完全去除之前 他并不是不改 只是要让大众了解 其实修行啊 就是要从自己的习惯 开始去改变 那如果习惯不改变 纵使我们学了很多的佛法 有时候啊 还有会派不上用场 反正造成了一种障碍 有的人呢 他有一种公主病 有的人呢 他有一个傲慢的习气 有的人有贪心 有的人有称心 那每一个人 其实多多少少都有这些毛病 加起来呢 就变成一个烦恼 不是自己有烦恼 就是让别人起烦恼 那在大众当中呢 其实彼此之间啊 就要互相来锻炼 来互相关照 互相提醒 所以佛陀的教法 是什么人都可以适用 但是呢 我们也要知道啊 既然这道场当中 什么人都有 连我们这种 每一个人都有独特性的人 都可以在佛法当中 找到自己的法门 那我们就要能够呢 了解而且接受自己现在的状态 然后再寻求一个解套之方 那这样子的修行就会进步 所以这一段呢 其实特别提到 这几个尊者的习气 并不是大家 从此就看不起这些尊者 而是呢 要知道啊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盲点 那如果透过了这些互相的调整 心越来越维系 你就会啊 把这个毛病 连这个最后的这个习气 也都能够去除 那如果呢 我们要真的是改不掉这个习气啊 也可以有取代法 譬如说 《华严经》里面就讲到 菩萨摩赫萨也有十种习气 那什么是菩萨摩赫萨的十种习气呢 我相信很多人啊都会有 第一个就是啊 他喜欢布施 那这看到呢 那个可怜的人哦 他一定受不了 一定很喜欢行菩萨道 这也是习气啊 然后喜欢布施 喜欢请人家吃饭 喜欢对别人好 很喜欢学习佛法 这个也是一种习气嘛 那这个习气就是好的习气哦 所以呢 习气不见得指的都是坏的习气 那我们如果呢 都养成菩萨的习气 那每一个人都变成菩萨 都在乐于帮助所有的一切大众 那这个世界呢 就会发生转变 所以习气不一定是坏事 只是你能不能够做主 然后养成习惯 那碧灵且婆措呢 他在这个修行当中啊 他虽然有这个习气 也不妨碍 他很精进 所以在这一段呢 他就讲 我出发心 从佛入道 数文如来 说诸世间不可乐事 他听到呢 佛陀讲苦啊 不可乐事啊 是什么 佛法当中 以苦地来观察 就是入门 我们就是知道世间很苦啊 那学佛就是要离苦 而能够解脱 所以佛陀常常会讲 这个世间有很多的苦 有什么苦呢 有生老病死 爱别离怨正慧 求不得五因赐胜 这个基本的八种苦 那这个每一个苦啊 都很苦 都不快乐 这不可爱 所以呢 我们要常常思维 就是有这些苦 在逼迫着我们 所以啊 要去突破它 要拔除它 因此呢 毕临且伯措呢 他听到了这个法了之后呢 他连在起实的路上 他也在想 佛陀所说的法 这起实啊 就是从金色 然后走走走走 走到色位大臣 这其中呢 要走好几个小时 所以啊 其实一大清早呢 大家就会开始 往这个 城中间啊 就是往前移动 那往前移动的路上呢 那大家不是善心杂话哦 也不是边走边聊哦 也不是东张西望哦 而是每一个人呢 都像排队一样啊 像有时候我们会在外面看到 法师在托波 那他是非常整齐的 这个队伍 那这个整齐的队伍呢 人是不讲话的 那大家在干嘛 也不是发呆 毕临且伯措呢 他在起实的时候啊 心里面就在思维 佛陀所说的法门 就是哎呀 世间是苦啊 这个苦 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常常记得 因为最可怕的 就是忘记苦 然后又在犯过失 导致后面又在轮回 所以有很多人呢 他的心啊 没有办法在道业上 常常都是因为怎么样呢 就是哎 受到苦了 赶快来临时抱佛脚 佛陀啊 你赶快救救我 我现在身体 不舒服 我生病了 佛陀赶快呢 让我好 那或者是 佛陀我现在啊 想要这个金榜提名 然后呢 我现在要念几步经 或者是 哎呀 佛陀我现在事业不顺啊 可不可以让我呢 可以突破一些困难 临时抱佛脚的人很多哦 那后来呢 得到了顺境的解决 乃至于有些突破点 哎 身体好了之后 哇 马上就又忘记 身体在苦的时候啊 心在苦的时候 或者是诸事不顺的时候 那时候你的心啊 就说 哎 我一定要来好好的修行 可是呢 一旦呢 进入顺境 哎 很多人就又把这个啊 这个佛陀呢 就抛到脑后去了 那这个呢 就导致啊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了 不断的在轮回当中 因为都忘记 这世间很苦 而且这个苦呢 是不断不断的 在逼迫着我们 啊 那所以啊 要随时意念着 佛陀所开示的教法 那毕临前婆说啊 他就是一直心思法门 想得很专注 所以他就没有发现 路上呢 啊 就踩到了毒刺 他就没有发现 这个路中间啊 有这个危险 所以他在走路的时候 这毒刺伤足 而导致全身发疼 这是举身疼痛 那接下来呢 哎 他就进入 在这个时候啊 他想到什么呢 啊 这想到的呢 就是他能够入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那今天呢 我们先知道 他的因缘是在路上 在路上啊 踩到了毒刺 踩到毒刺 一般人呢 他就是哎呀 赶快去就医 赶快去擦药 或者是哀哀叫 很痛苦 但是呢 他反而在这个时候呢 契入了佛法 因为佛陀正在讲苦 他正在回想苦 结果这个时候 哇 身体真的全身都痛 真的好苦 但是除了苦之外呢 他没有白痛 他从这个痛当中啊 解脱了 他怎么解脱 我念有知 知此生痛 虽觉 觉痛 觉清静心 无痛 痛觉 我又思维如是一生 宁有双觉 色念未久 身心忽空 三七日中 猪肉虚敬 成阿罗汉 得清印记 发明无学 所以呢 这一段呢 就在讲 他争的阿罗汉 就是从踩到毒刺 以后呢 三七日 就是三七二十一天 二十一天之后 他就争的阿罗汉 起因是 他踩到毒刺的时候呢 全身在发疼 痛的时候 他起了一个观照心 他发现了 原来呢 痛的是痛觉 但是清静之心 并没有痛觉 也没有痛 所以他就脱根 又脱沉 所以这个觉啊 是虚妄的 有刺的时候 会痛 但是谁知道 在痛呢 能知的这个心 那没有刺的时候 能知之心 在不在啊 在 所以这个知啊 是没有生灭 也不会因为顺 还是逆 好 还是坏 而产生的分别 他始终如一 这叫做觉清静心 那痛觉 是一个虚妄 踩到毒刺会痛 这个毒刺呢 毒的 这个毒性 已经退散了 就不痛 所以呢 这是生灭的妄觉 那妄觉 就不是真觉 真正的觉 没有这个痛觉 也没有痛 所以啊 就开始呢 设念 设念在清静的心当中 三七日 就漏尽了阿罗汉 而漏尽了烦恼 震到阿罗汉 而且佛陀还印证他 那印证他呢 其实呢 最重要的就是 他在这个觉察当中呢 他发现了 原来我们的心里面 有一个不痛的觉 那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观型哦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 难免都会生老病死 那如果生病了怎么办呢 如果身体不舒服了 又怎么办呢 毕临且伯措尊者 他的修行啊 可以给我们一个 提供一个参考 我们到时候呢 遇到的状况的时候 起这个观型 是也许 刚好借这个机会 可以挣到阿罗汉 那 这明天呢 我们就来讨论这件事 就是生病的时候啊 我们怎么样利用 毕临且伯措尊者的这个观型 来反照至心 让我们自己啊 能够把这个根 成 还有事 乃至于决心 能够很清楚的 发现 很清楚的观察 乃至于呢 到最后呢 可以摆脱这个痛的束缚 而让自己超越的生死 那明天呢 我们再来讨论这个 那今天我们先讲到 毕临且伯措的 觉悟的因缘 再加上他的一个习气 同时我们也讨论到 习气的一个状态 那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 要分享 或者是要提问 师傅 我是姓曾 我要分享生活中慢习的实力 我有四个哥哥 两个姐姐 年纪跟我相差很远 那在家里 我就是那个被管的 造就了我的观念 认为 只有赚钱的人 才可以说话 所以国中毕业后呢 就休学一年 进入职场赚钱 自我期许 在任何的地方 一定要以最短的时间 成为职场上最专业 而且能 最能信守承诺的人 对自己很有自信 那言行举止当中 不免就流入了慢习 成为佛弟子以后啊 又上了将近三百天的 苗董任言的 熏修 发现在与人应对 进退间 还是很直言直语心 碰到了小事 还是会心里犯低谷 好多的剧本出来 比如这一次的法会 看到如厕者 都会提醒 卫生纸要放入马桶哦 然后呢 门后面啊 也有那么大的字体 在提醒 但美美身为 环保主的我呢 都看到 每一桶都是满的 师父 我这还是撑啊 怎么办呢 但是 信真上的苗董任言 我一定会改 感谢所有的 曾经共事的人 你们的包容与接受 更感恩师父的 随时教导指证 我的分享完毕 感恩 谢谢信真哦 信真很勇敢哦 他 就是一直很努力 那也 一直常常爆炸 但是呢 每一次被打败了 然后又重新再听法 又重新再发心 遇到境界啊 其实是很正常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 需要突破的盲点 但是呢 遇到境界啊 失败了 我们要常常鼓励自己哦 没关系 我在听法的之后 在发菩提心 听法的在发菩提心 越挫越勇 那尤其是啊 师父看着大家在努力 那我们自己也要 一直不断不断的努力 跟精进啊 有一天呢 一定会可以成就 那希望呢 在有生之年 大众都迎来自己的成道正果 那就是最殊胜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我们也要知道哦 其实在佛法里面呢 他讲的就是一个慢慢进步的过程 那自己有在进步 自己也知道 同时呢 我们如果能够把心 也能够理解 别人 也有这种 还没办法进步的那么快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对人的这种包容啊 就会又更大 更大的扩展 我们想想看呢 观世音菩萨 他是很慈悲 但是他不是迷迷糊糊的慈悲 他能够一眼就知道 对方的缺点 每个来求的人 他的心思 里面有多少的毛病 难道菩萨会不知道吗 但是呢 菩萨呢 总是无限的包容 因为他相信 所有的人都会成就 那我们自己啊 也要学习这个慈悲 面对这个习气 每个人都有 我们有两种方法来突破它 第一个 就是啊 把自己的这个毛病啊 拿出来 每天呢 惭愧 忏悔 反省 检讨 哎呀 我的脾气不好 我要改 我的慢心态 我要改 那这是一种方法 这是正常的方法 就是犯错当中去改变 那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是比较好的方法 什么意思呢 第一种就是在错误中 下次避免再犯 但是呢 其实我们在犯错的时候 已经有加强 那个犯错的犯错感 所以很多人呢 哎 久了都会觉得 哎呀 我自己啊 习气实在太重了 学佛学那么久啊 烦恼还是那么多 所以有时候会有点懊恼 甚至于呢 哎 别人在看到自己习气之后 会贴标签 尤其是起烦恼 起烦恼啊 人都会有 可是就是在烦恼的时候 冲突 这个冲突呢 虽然时间过了 可是彼此之间就留下了伤痕 留下了疙瘩 戒地 也有可能因此就退失菩提心 很可惜 那所以呢 这第一个方法呢 固然是不错 但是啊 有的人 他没有办法面对 这种懊恼跟沮丧 甚至于有些人呢 在这烦恼现前的时候啊 哇 佛都不灵 法也不灵 通通 无名最大 佛法身跑到旁边去了 被他一脚踢开 那这个习气啊 的确是很可怕 所以呢 这是第一种对峙的方法 他总是有一点压抑 那有时候会有反效果 那第二种呢 是更好的方法 就是佛陀讲啊 每一个人都有菩提心 我们要相信自己的菩提心 而不要被习气骗的 直接发菩提心 让自己的心量广大 如果我们看一个人 我们是看他的菩提心 你就会不计较他的习气 但是如果我们要对一个人 品头论足 讲他有多少的习气 那一定是如数加珍 讲不完 因为每个人都很多 可是在习气的这个现象当中呢 其实他只是一个习气 一种惯性 有时候他是带着无名 他才会有这样子的结果 那他的菩提心没有拿出来用 他当然就只能被习气蒙蔽啊 被习气牵着走 所以呢我们在看佛的角度 佛怎么看世间 佛怎么看众生 佛怎么看自己 佛是从佛性的角度 从菩提心的角度 直接发菩提心 那这个就是让真心起作用 直接就超越了这些妄想 直接超越了这些习气 那大家呢 如果用发菩提心来引导自己的身口意 你会发现这个速度快很多 而且修行啊 有了这种殊胜感 有了这种尊贵感 有了这种不得了的功德 那我们反而有一些习气啊 这个小毛病 反而可以超越 而且不自觉的就转化了 所以呢 希望大众啊 要相信自己 你可以做得很好 而且呢 让自己的心啊 是广大的 广度一切众生 而不被众生向所转 那这个呢 就是非常好的 直接了当的顿悟法门 那这两个方法提供给大众啊 那哪一个方法好用呢 其实都要用 因为有时候 我们有病就要吃药 没病的时候呢 直接啊 让自己的身心 这是百毒不清 那是更殊胜 好 那这是以上呢 就是回应性真的问题和分享 就这样 感谢观看